好 這是重語 金屬氧化物容易水層減淨 非金屬氧化物容易水層酸性 你要把它備好 那我也跟你講過了 考試的時候沒人這樣子考 沒人這樣子考 沒有人考你是酸性還是減淨 都是考你紙字器變色 下列何者可以使紙字字變紅 或者何者可以使紙字字變藍 所以你要記住的是 紙字器的變色 我當然會問 OK 然後 金屬氧化物容易水層減淨 但是有些是不溶的 我們以前喜歡考氧化銅跟氧化體 現在有人會出二氧化膜 因為他們不溶於水 所以他們的水溶液是中性 水溶液中性 所以要請你要記住 氧化銅、氧化體、二氧化膜不溶於水 所以它的水溶液是中性 所以它的水溶液是中性 水溶液是中性 OK 好 我剛剛跟你講過 沒有人考你酸性還是減性 都是考你紙字器的顏色變色 所以要會背 這個我們前面已經問過一次了 我們現在又再問一次 把你叫起來之後 挑一個回答我 告訴我酸中顏色、減中顏色 給 比如說把你叫起來 告訴我 分泰 酸什麼顏色、減什麼顏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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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一個告訴我 這個人沒有 這個人沒有 分顏兵 還有一個告訴我 石瑞、分紅、分泰跟廣用 酸中顏色、減中顏色 酸紅色、減 藍色 我們說 石瑞、酸中 藍色 OK 那再來 再來 還有三個 我要找女生 江若萱 女兒達 挑一個 分泰酸中顏色、減中顏色 請坐 分泰酸中無色、減中紅色 還有兩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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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樂儀 一個分紅、一個廣用 一個分紅、一個廣用 不知道 不會 不會 楊晨宇 廣用 三中顏色、減中顏色 中間有一個 是中性、什麼顏色 請坐 三中紅色 三中紅色、減中藍色 中…中間是中性 中藍色 所以你說過了 它的顏色是紅色、黃、綠藍 然後呢 越偏紅那邊就是越酸 越偏藍那邊就是越減 中性的是藍色 最後剩下一個分紅 沒得選 最後剩下一個分紅是誰 分紅的顏色 好 多小合 對不起 重來 三中什麼顏色 黃色 三中黃色、減中 五色 三中黃色、減中紅色 這個是暑假複習以來 我第二次問你顏色的 你如果我把它背好 我再說一次 考試沒有考人 考你 金屬、養號、容易、水塵、酸、藍、鹼性 沒人這樣子考 都是考你 下列、何者、何飲食 分泰只是一變紅 使得詩蕊是指變藍 分之類來考你 所以你要給我看背清楚 然後我也跟你說過了 我們考試喜歡考的是詩蕊跟分泰 偶爾會考廣用 國中生幾乎沒有人考過分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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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過你還是給我背好 以上就是有關於一些氧化物的狀況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 問你一些燃燒情形 我們待會再問你 OK嗎 OK 很好